特殊执念的全国两会 让人们对公共卫生议题格外关注 两会期间 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也成为热议的话题 围绕公共卫生人才培养 传染病直报系统完善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建设等方面 全国人大代表积极建议显策 疫情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防疫人才十分短缺 全国人大代表 山东大学校长樊立明表示 在抗击疫情胜利之后 怎样更好培养医学人才值得深思和反思 他呼吁要增设专业博士 扩招专业硕士 我们原来非常注重学术型博士硕士的培养 但这次大意让我们看到了应用能力强的 知识更加综合的 符合型的这样的高层次人才 那么社会还是积蓄的 樊立明强调 公共卫生人才的继续教育也至关重要 他调研发现 县级以下的疾控中心人员学历层次较低 在知识快速更新的情况下 他们很难适应岗位需要 他还建议对疾控中心人员学历设置一定标准 省级级以上好一些 学历层次比较高 但是在市一级 我们觉得 比如说它应该是以硕士为主的 但我们现在不少的地区达不到这样的学历层次 所以我感到学历后教育 或者宽一点就是说继续教育至关重要 那这样我也要呼吁了就是我们的政府部门 在这个方面应该出标准 关于学历应该有标准而言 市级 县级乃至更基层 它的CDC系统的人员应该具有最基本的学历要求 全国人大代表 浙江省人民医院院长葛明华指出 参照疫情工作需要 应优化疾控中心人员配比 尤其是从事流行病学调查 流行病学研究的专家配比 同时还应完善国家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等 我们目前招待病这个直报系统相对是一个孤立的一个直报系统 那么将来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医院的一些黑色系统等等 有机的 有调节的给予一些融合 对我们这个病理系统里面的一些与招待病这个预警 可能有相关性的一些敏感的一些信息 我们的直报系统是不是可以通过融合来自动的扎取 这个解控中心的专家 给我们医院的一些领床专家 就可以非常有效的给予讨论 给协助 全国人大代表南昌大学第一副处医院院长张伟表示 中国福原辽阔 人口众多 建议每个省都应设立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从而提高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能力和水平 我们国家这么大 人口也这么多 所以这个应该在每个省建立一个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那么这样的医法融合起来以后 对一些预警 比如说一些有什么症状的特别异常的 或者某些药品 它的使用量特别大 等等这些东西可以来预警 让我们早期的甄别 早期的发现 早期的做好准备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人民医院院长宋章俊 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 但他同时指出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我觉得平时规模也不用大 但是他要对应对这种重大公共疫情的时候 比如说他的水 气 电 新细化建设 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地扩张成为一个一定规模的 能够应接公共卫生事件的这样的一个医院 我想这样做就更够了 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把精力物力用到我们 平时的像我们说的疾控中心 也就是我们说的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中来 感谢观看